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又回到港珠澳第十集的时间 我是成光二世祖 我是猫姐 大家好 大家好 其实我们现在录节目的时候 昨天四眼哥哥 就是本土民主前线的一位朋友 也是我们MyRadio节目 素人起义的主持人 就被判监 这个十四天 就因为他在救户的时候 就冲出马路 这些傻屌狗官 真的应该死全家了 都是想大家支持MyRadio的节目月费计划 大家方便的话支持素人起义 因为其实四眼哥哥和Ray 之后都应该会应付一大笔的上诉开支 法律开支 都是想大家支持我们的主持人 喂猫姐 我们今天说什么 好像最近是不是你上星期五 你去了一个游行 或者可以多说一些有关的资料 是的 其实我上星期五 就和澳洲的电工业工会的朋友 就参加了一个叫反覆贸游行 其实大家都可能听过台湾的反覆贸 去年也有办法台湾的太阳花革命 有些叫沉淑庄的人去声援 但是雨山革命的潜水 好乱扑街的那些人 其实去年的11月 澳洲和中国就签了一个叫中澳自由贸易协定 其实11月签订的就是一个叫意向书 就是说到今年的6月 澳洲就给予中国的货物零进口关税 两国就给予对方最伟的国家 其实要看澳洲有什么出口去中国 最多就是铁、煤、金、教育和铜 但是猫姐 其实你做财经方面 你也知道最近的贵金属是别论的 是不是好像最近这个 realtinto的盈利也有盈景 realtinto就是一间澳洲很出名的铁矿 那些矿业公司 对啊 对啊 而且你也有看ASX 但是有很多人 你讲开又讲 你那个服务 即是你的CPAC 即是这里的FTA 对啊 很多人都赞好的 我看到澳洲人都赞好的 好东西 有生意做 是好乱扑多人赞好的 对啊 不是说笑 很多人赞好的 因为其实今天 我跟那些人讲也会被人骂的 我说澳洲人会死的 没什么要做 那些人会骂我 那些澳洲人会骂我 对啊 即是说回这个主流媒体 很讨厌的 即是今天看回这个 The Australian 就是Andrew McKenzie 一间叫做什么东西 一间抗产公司 叫BHP Billiton 就写了一篇文 贊同 而且说这个China Free Trade Agreement 是Absolutely Necessary 如果他想增加这个 Productivity 以及在这个国际舞台上 增加澳洲的竞争力 这个是必须的 他那篇文中就说 澳洲一直是依赖这个外国市场 For Good Service and Capital 那就是 如果你不开放澳洲的市场 去到这个很大的 即是中国市场 用一些语言来说 是机遇 澳洲是根本就会死的 他文章里面也提到 你也有留意到 中国现在将今年的经济增长 调低到7% 即是他现在不是说保8 而是说保7 他 即是这条 Andrew 这条狠样 他也有说 即是7% 也是一个 Absolute Growth 即是一个绝对增长 澳洲的抗公司 应该把握这个良好的机遇 因为 其中一部分 Friture Agreement 就是会免除煤的关税 这样就会增加澳洲的出口 而且他在文章里面也提到 这个自由民主协定 就是他会令澳洲和中国的官员 有一个更加超级联系人感 你有什么看法 我现在都很够联系 那些豪宅都被你买了 不是 就是 这些抗业大亨为了赚钱 就写这些文章 来唱好这些感言 卑鄙无耻 卑鄙无耻 死全家落地獄 都没有用 还有另外一宗 我说的这宗 对于本地商家怎么看呢 有另外一宗 就是在南澳 有一间奶业公司 叫Baston 最近跟一间中国的 零售业的巨人 Dasheng Group 这个叫Dasheng Group 扣入了Baston Foods 14.9%的股份 因为Baston Group上市IPO 所以进入了14.9%的股份 为什么要进股呢 就是因为Baston Foods 就贪Dasheng 就可以进入中国150个城市 包括超级市场 以及一些高端高端高端贵店 例如香港那些 Hailon Jason 他觉得澳洲这些奶业的人 是一个很好的机遇 这些中国人 不是唐人 唐人 唐人是唐人 他们是中国人 这些见钱开眼的外国 和中国人 这件事怎么办 这些根本是在一起的 之前报纸也有卖 根本背后的政党 主要政党都已经被收买 就是 但是澳洲很笨 他们还觉得 十几个政党 因为澳洲有三大政党 有自由党 工党 和绿党 澳洲觉得他们三个是不同党 对 就是觉得他们三个是 国为其主 但现在真是国为其主 为共主 就是共匪 全部的老闆都是一样 其实这篇文章 提到 这个叫Beston 和另一家 叫Super Model Distributor 叫Ehal Den 其实是Wallmark 他们真的为了 进入中国市场 来投共 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但其实 香港最近爆了这些 红瑞珍的东西 关于这些奶类的东西 他进入中国不怕这些人 乱够这么厉害 做坏自己招牌 是不是最近听说 不知道有没有看报纸 看新闻 说中国有假澳洲产 有没有听过 好像是 可不可以多说些少 我听说 因为有些客人很熟悉 他们就说 其实这些产品 不会在澳洲卖 因为现在澳洲的产品 在中国也很盛行 很出名 风行一时 对 任何东西放一些东西 例如澳洲 外国 日本 那些人就会长 狗长 狗统 对 然后有些不法的商人 利用这些心态 做些假产 其实大陆产品 就是贴澳洲的纸牌 就是Made in Australia 其实不知产品 我听说现在淘宝 有很多产品 还有保健品 也有假的 有没有听过 也有 真的 喂 喂 我们先不要来这么多 我们来说 这个叫做 湖族中澳的 这个叫做 什么东西 这个叫做 free trade agreement 是不是好像澳洲一样 这么正 我当然觉得 糟糕了 其实刚才我们说了 我们出口什么去中国 我们进口去什么中国 你听听不懂 第一位 COVID 衣物 第二 这个叫做通讯设备 第三 电脑 第四 这个叫做 傢俱 床 以及cushion 第五 这个婴儿车 玩具 游戏 和sporting good 怎样看 那什么都不 老洲 真的 那 那 我真是 其实我自己也贪便宜 我认为Target 买不太高 其实Target 其实Target也好一点 不过Kmark 那些全交部都是大陆做的 你有没有留意到 大问题不是你贪不贪便宜 我现在找不到其他东西 不是大陆做的吗 没有 有的 有时候我想去 譬如Harvard Storage World 有时候我买一些 家里的 Storage 那些东西 是有 美国做的 不过很贵的 六十多元 什么难交贵 不只是贵 问题是 很多东西贵 又不实用 没办法 但是有人买 他现在很多 我买过 有个 硬梯 硬梯 它是 Made in China 但在澳洲 是这样的 其实中澳的贸易协定 它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 可以去澳洲投资养老机构 旅游业 还有纺织 农业 以及机械工程 即机电工程 就可以零关税入 他买这些东西 譬如有时候 他入的衣服 那些东西 也不是很影响到民生 好像最后一样的东西 更糟糕 是不是被他们买的农地 那些东西 这个待会我们就会说 其实 其实 之前 上星期 有新闻 就说 这个叫做中国 有些 派出来的人 已经去昆士兰 看看牛户 那些东西 是怎样的 但是 我稍后也会说到 其实 我准备了这一集节目 看了很多 澳洲政府如何闪述 这个叫做自由贸易协定 他就说 中国是一个最大的 trading partner 他就会说到 刁明 除了 煤 牛肉 珍珠 海产 牛奶 洋酒 生果 化妆品 这些机遇 就进入到 中国的市场里 还有 他们这个叫做 在自由贸易协定条约 那里 其实我们看回 那些省 出回来 那些 叫做什么 叫做文宣 就是那些 official news release 就是说 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 自由贸易协定就是说 85%以上的澳洲产品 就会零关税 这样 其实他就想在十年之内 就将这个95% 就是出口去中国的东西 是零关税 这样 是的 但是你出口些什么 你都要看看 才可以 他出口全部 给他出口些 是我们的生活必需品 而且澳洲真的 賴以为生的东西 不是做多了送给你的 不是做多了送给你的 大哥 那我们哪有奶饮哪有食物 哪有食物 那些牛 你知不知道 刚才我今天看电视 有74%澳洲的牛 是出口外国 是的 原本最大是印尼 你应该有看 因为印尼的回家 是不吃猪肉的 是的 但是现在就变成了中国 你知道为什么印尼 现在出口 不是最大的出口 为什么呢 因为印尼人来了 买我们的农地 知道吗 不知道啊 你说一下 是的 以前很多中东人 会买我们的 生活贡猪 买羊 买成的 即是活加速 运过去 运过去 打种 为什么现在少了那么多 其实人们做搜寻 有些人走了去 去一些农场 看看以前出口的 发觉有很多农场 原来是买给中东人 买给印尼人 根本他们已经在暗地里 已经出口 因为他们那些是 foreign owned company 所以不会在澳洲的账上反映 即是出口账 是的 因为他们当是零售 那样买走了 是的 他当是零售 那样买了零售 是的 零售那样 你就看不到真实的数据 现在很多这些情况 根本是迟早中国也是这样 他买起了你的农地 那你出什么嘴 其实最糟糕的就是 在这个中澳Friture Agreement 就是说 这个叫做铝 还有这个叫做铝 其实阿猫姐 你知道煤有两种 一种就是链钢 有些叫做Coking Co 是的 Coking和Fermal Fermal Co是发电的 Coking Co是我们链钢的 这个叫做 其实全世界只有中国才会烧煤发电 所以就是读死那些黑洞 黑洞的什么中国人 是的 还有 其实其实 我不能知道为什么 这个叫做 我看回政府的文算 他就说 Fermaceutical Product 和Car Engine 都是连入出口的重点项目之得 他就说 这个叫做 澳洲 和韩国 和日本 就是这个叫做 Friture Agreement 就是可以令到这个 经济增长 澳洲哪里做引擎 现在连Holden也收拾了 Toyota也收拾了 还有 我今天 哪里做引擎 我想问一下 我今天 Facebook我才贴了一篇文章 泰国的Honda 是跑赢大市 今年增加了26%的购买 基本上 每个人现在 就是在 这些叫做 新兴市场的设厂 就运车过来 你知道现在Honda 大部分 都是泰国做的 根本就不在澳洲做的 这些工业都走掉了 还有 现在 知不知道开始说 中国开始慢慢 已经不是全世界的 世界工厂了 很多大公司 已经移走 他们的Production Line 不会在中国做 因为有其他地方更加便宜 其实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就是因为 胡温 胡锦涛找家宝 一上任 就改善很多 就是叫做劳动法 那些东西 所以就搞到成本高了很多 孟姐也应该听说过 我知道 所以我的意思是 FTA有什么差用 你很多东西 明天都不会在中国生产 即将澳洲的东西买回去 即是你卖澳戶了 政府是 是的 而且我们不会进去的 一来就是 质素太差 二来就是 那些东西根本就不会来 即是 现在变成有出没进去 那我们去哪里买呢 我们被人卑鄙 我们真的卑鄙 做这个预向书的时候 另外一个就是 不粗一点这样说 你知不知道 很多人吵 为什么呢 因为你知不知道 牛呢 你拿了出去 比如拿回中国 牛其实你除了吃它的肉之外 你还有很多 product 可以做的 以前 皮甲 对 然后你知不知道 牛骨还有很多用途 比如做瓷杯 要混合牛骨 以及治疗 以前治疗 澳洲是首位一致 现在没有 肥料 肥料除了骨 之外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 manual 现在连糞便不能吃 因为牛都被人拿走 现在变成我们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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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连糞便不能吃 现在变成了 屌子 另外一个 我听政府文算 就是说 旅游业将为一个big winner 就是因为这个叫做 大量的强国的 叫做 旅游 有什么仆街大妈 不知道怎么说 有一个hotel transportation 酒店 运输 餐厅 还有零售 那不是仆街 全街都是北方小馆 因为 他说 他在这里预测2022至23年 就有超过1.150万的中国游客 就来到这里 另外一样 最仆街 其实我们吊了很多 是啊 很仆街 全街都是北京小馆 是啊 我们吊了很多 一年 给5,000个中国城市农场 工作假期 工作假期 那些吊了过来 他们觉得这些吊了过来 就会增加 旅游服务 有信息 那些人都知道 来了就不离 来了就躲起了 你又不能够 这个政府 真是 吊了他的老母 还有 这些人来澳洲 可以兴建 来装修 还有 开更多的 澳大利亚的酒店和餐厅 在大陆 我们在这边开放 澳洲的投资者 都可以进大陆投资 你是不是试试进去 大陆现在在爆 你还想进去 你神经病 进去的钱 都够了出不了 不是 进去就是被人困咎 就是说有日没出的 中国是黑洞 还有他们 那些地方政府 现在已经困了水了 全部都在 你老米 那些什么 要扮中联办 扮税局 来困咎 这些昂咎港珠 今天才有一条 这些昂咎金山阿伯 取了国货 被人困了两球 那些神经病 活该死的 探自德国贫 这些 以为贪年 什么 他在说 他什么 我现在说 你是臥底 先读完这篇 这篇就是 Viktoria省的 就是觉得 牛肉 奶类产品 酒 生果 和海鲜 可以受惠到 中国的中产阶级所兴起 因为 这个叫做 因为 现在 中国就收澳洲的 奶类製品 19%的 import tax import tariff 他说明 Infin formula liquid milk 和manufactured products 绝对受惠这些 现在这群唐人 原来牛肉和羊肉 就有25%的关税 入口中国 那就倒闭了 原来 唯瑜省 是全澳洲最大的出产牛肉 这群人真是见钱开眼了 猫姐 对吧 要去澳洲人吃糞 糞便没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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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想问一下 那些政治家人不想的吗 那他们不懂吃饭 难道他们可以吃铁吗 那些政治家人是不是可以吃铁的 那你什么叉食物都运回大陆 那你吃什么 他们吃铁吗 真的够钱都没吃 糞便没吃 这班人觉得这些自由贸易协定 怎么那么弱视 你有钱有叉用吗 你的食物都拿到外国 他觉得可以create new opportunity 那你有什么 opportunity 没东西都可以吃 他就说financial services legal engineering architecture 和其他专业服务员 你一来就卖不了自己人 二来就是 你把全部东西卖到中国 那中国会不会过来投资呢 我又不觉得会 因为现在在爆 那是投资来的嘛 那他过来买你的东西就投资了 是啊 但是你买完之后 他又派自己的人来 这个我们稍后再说 这还有一个 就说 这个对于云省的教育 就有很大的帮助 说起教育就真的很棒 最近那个 什么啊 电视的节目很棒 哪个节目啊 说这些学校都收了 international students 有啊 就是挂了中国旗 那样 挂了中国旗 那样 有没有搞错啊 哎呀 就是这个 这件事就稍后再说了 我下一条 其实呢 就是说回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 我那天去游行的长情 那天呢 其实就是一个叫做 澳洲新南威尔士州的电工工会所搞的 其实去到呢 就是每个都穿了公衣 穿了反光衣 那样出现了 很有趣的 是的 其实就好像 我上一集就跟大家说过 那个叫做 这个叫做 那个叫做 反伊斯兰游行 其实有不同的嘉宾上台演讲 其实有亚裔代表 有一个亚裔代表 我觉得他是新加坡、马来西亚人 他就在那里说 现在其实澳洲雇主 对于不同的国籍来的人 就包容得很好 而且其实叫大家同工同酬 那样 他就说 如果这一旦就开了这个 free trade agreement 那就会 因为 其实我稍后也会说 有什么会后遗症呢 他就觉得 这些中国的投资者 就是中国 叫 import 一群 这些叫做 勞工来 就会压低这些工资 还有 就会剥削这些本地工人的工作机会 是的 麽姐有没有听说过 这个当然有 很大回响 其实不止这里 全国都有示威 不知道知不知道 而且他们因为反对得太厉害 Canberra之前有个Union的工会 没有听过这个新闻 有 其实这个叫做服务协议 就是说 如果一个 一个叫做 project 超过150加币的Union 中国就只需要投放15%的资金 来开始 其实难理是没有人理的 你有没有听说过 是的 是没有人理的 其实我认为 其实我认为很多人 可能整个假地盘 然后放一些信用来移民 就可以了 最便宜了 是的 即是 为何这一群 蓝领 工会人士 这么生气 就是因为电工 木工 和汉捷工 就是因为 这个Free Share Agreement的原因 所以可以直接到 中国的勞工 引进来 就不用再下一个牌子 好像说 连英语的评核 都可以免败 其实 政府弄了一件事 即是叫做Myth vs Reality 他就在那里说 中国的投资者 一定要 跟这个政府申请 可以输入勞工 through 457 Visa 输入而已 大哥 譬如你那个project 在很奇怪的地方 那当然没有本地人 还有政府 白日Default 一定批 我们下一节说 神话那件事 神话 即是神话 我们下一节再说 这些 好 继续说 还有时间 他都会照批 另外这里就说 澳洲政府 要中国来的勞工 下一个牌子才可以執业 大哥 老实说 是搞的 大哥 因为他现在引入 这个政府有些中国文化 老实说 其实中国你都知道文化 根本他未开始动工 已经收买了地安政府 不 现在我们下一节 不再说 慢慢再说 是啊 另外一件事 就是澳洲政府 可以告澳洲政府 如果他们有失败 这个我们待会再说 Anyway 其实这个叫做反复贸 除了本地的工会 很反对之外 即是南岭那些 其实本地的农民 以及本地的居民 亦是因为澳洲政府 闯处 不做环境评估 以及什么都可以说 tentatively 和conditionally 让这些人进来 这些才是他们最讨厌的部分 其实时间差不多 我们下一节继续讲 好 好 好 各位观众 又回到港珠澳第十集的时间 喂猫姐 刚才我们提到 放些傻子进来做事 其实你有没有留意到 这段报纸 除了刚才我们第一节讲过 有些傻子 就有人在写这些抽水文 好像刘俊义 雷鼎明 即是澳洲刘俊义 澳洲雷鼎明 对 很棒 澳洲雷鼎明 你知不知道有一个很出名 在Uni News of Wales 是教中国贸易研究的 没有 你说一下 他经常写那些文 其实这个是好的 FTA是好的 这个服务是好的 整个 整个 但是呢 我今天看了另外一篇文 是的 这个就是一个 雪梨大学的 Research Associate 他就是 Australia Fair Trade and Investment Network 他就说 这个叫做Future Agreement 很多都是魔鬼在世之旅 那就是有些什么呢 那就是说 你知道神话这件事就爆了很大件事 那就是在这个 我们新南威尔士州的西北边 那就是中国的神话抗业 中国的神话 他真是笨 他真是笨 就是想在Liverpool Plains 开一个叫煤矿 但是呢 就受到这个澳洲兰花系 这个New South Wales Farmers Association 以及Cornwell的农业大臣 Barnaby Joyce 就露屌了 那为什么露屌呢 就因为他开这个煤矿 就会严重地影响 这个叫做 新南威尔士州北部的地下水系统 那他就说 其实地下水 因为它的爆炸 听说是 爆石 是爆石 不只是爆一次 是会连续爆三十年 那当然了 它在地层的深处 它不想爆 它怎样会出 而且他们说 如果你这样爆炸之后 现在煤矿价跌 那不一定会赚 因为你有运输费 你要出粮尾火器 是啊 而且如果中国不要煤就死了 因为他们说 那个矿主要的出口就是中国 因为 刚才我们说的是 有两种煤 就是Fermal Coal 因为这个出产是出Fermal Coal 因为中国就是一个很难落后的地方 全世界没有什么地方是烧煤发展的 而中国是做单一买家 那它没有人要 那是混蛋 其实澳洲兰花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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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澳洲政府 没有做好这个环境评估 就已经给了绿灯神话了 有没有听过 是啊 所以很多人反对 因为澳洲有没有听过 澳洲大班 有啊 澳洲的大班是抄他 奥林哥 对 Alan Jones 哇 大班真的很像他 他每天都在骂这件事 是啊 之前我每天都追过这件事 因为他很精彩的骂 他就像大班那样追着官员 打电话问澳洲的官员 因为这件事很生气呢 就是因为 现在的波 就回到新南威尔斯州政府 但是呢 譬如呢 这个叫做 现在是因为社 社区反对 就令到如果这个交易是过不了的话 神话呢 就可以告他 猫姐知道吗 是啊 是啊 现在因为FTA之后呢 中国的公司是有权告澳洲政府的嘛 是啊 是啊 因为这个保协议是其中一个条款来的嘛 是啊 因为这个聚惠国待遇呢 就可以令到这间公司 就可以告他 就是说 喂 但是这间公司未告人自己 已经出事了 是啊 是啊 这个稍后再说吧 等我读完这篇新闻先 这个我用了 是啊 这个叫做 嗯 因为其实 另外这篇文章里面提到 可以告究他 但是呢 告究他 就不是一般法院的 在他自己的仲裁 叫做tribunal tribunal里面 就说这个仲裁的全体 全部都是一些叫做investment law的expert 甚至是一些工 譬如香港你知道很喜欢成立的那些垃圾委员会 找几条那些垃圾委员会 找几条那些垃圾 监警会那些垃圾 马人各 那些垃圾人 真是自己打自己的 又不是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的审讯 不是一个公正的裁决 很多时候就自己人帮自己人 其实可以有很大机会 因为这个官官相位 和商商相位的原则之下 想像是监警会 真的 赔了垃圾人的钱 就是监警会那些 就是监警会那些 要死全家 真是 屌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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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屌 之前澳洲是未有过这些 叫做 Foreign Investor的政府 和上诉机制 也很不明显 很不明确 那些垃圾人说 我们来找食 弄这些东西 就是了 这篇文章引入更加划算的东西 Philip Morris 就是因为 在一个叫做 香港和澳洲里面 之前 告过澳洲政府 在这个包装 要付警告字举 搞到澳洲政府要赔了很多钱给他 还有 另外一件事 就是在加拿大的菲克省 菲克省政府被告 因为他突然转例 在探索天然气 就要赔钱给他 还有 猫姐 他这里说 神话 可以和移民局打龙通 这件事 怎样打龙通 我真的不要听 即是可以打龙通 因为现在 煤矿平均的人工 是一年五万四千元左右 如果他和这个 这个叫做 因为他这里就说 如果他的 project是说 请不到的人 因为他说 如果请不到人 就不是说 他一定要在本地 请这个 请那里 他就这样说 请不到 就已经可以 入台路了 就是 那些人想移民 便可以找这条水 就是 就是 可以做 报告一条假数 台底收另外一条数 那些是海外收的 那些佣金 怎会在澳洲收 白痴 没有路 而且这篇文 带了最大的隐忧 就是 省政府可以 让这些公司 随便地告 也可以 令到本地工人的权益受损 但我真的很不明白 为什么本地人 没有什么人出声 猪 猪 不理 他们觉得 只听到那些 Main Media说 好啊 就觉得好 猪 猪 我们讲一下神话这件事 神话这件事 你收到什么 神话 阿伦刚说的什么 你讲神话这件事 阿伦刚有什么 神话他早就说 不应该批给这间公司 他最近有个 有个广播 就是说 根本这间公司的 director 已经有问题 收调查 然后觉得政府不应该 批个牌给他们 其实神话这件事 就是说 煤炕是有三十五平方公里 那么大 就是next to 这个新南威尔斯州 很罕有的 black soil 那些很肥沃的泥土 所以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神话之前 其实还有一间叫汉龙 你听过吗 你说一下西奥 对啊 汉龙那时候想买个矿 那刚刚又是神话 那些director被人抓了 那些director被人抓了 那好像最后一件事都拆了 因为其实呢 现在呢 其实都是今天的报纸 卖 神话呢 就 早前就在大陆 就被这个司法部门 查了三个礼拜 那去年呢 就查些什么呢 那就有超过三个 那些director level的人呢 就是被人告贪污的 是的 大陆有谁不贪啊 就是他 这件事呢 就列为这个名字 那就是 收受 做得这些公司就是要贪 不是鬼造这些公司嘛 叫大陆 大陆跟你说不贪 你都不信 不贪死了 真的 就说这些人是收受费款 收下 这个叫做 有人帮他起磁房 他很能变态 我想拆他起磁房 现在真的 这件事呢 就说这些人 分别判监5至13年 是的 我不知道猫姐 你知不知呢 就算是海外投资者 来到澳洲 都要过一个叫做 这边都有ICAC 要过一个叫做 Fit and Proper Person Test 有没有听过 是的 所以汉龙那件事 就这样死了 是的 其实ICAC 这里的ICAC 跟香港的 其实我名字都一样 就要 找到一个人 是不是会有一个潜质 是会收贵款 以及可以令到他的品格審查到 来觉得他是不可能 執行他的职务 而不收受贵款 而影响公司的运作 是不是之前汉龙也是这样的事 他过不了 汉龙也是这样的 就是那个董事被人怀疑 他贪污 然后拉了 过不了这个ICAC 又是买不了 嗯 是的 因为这个 他这里就是说 这个决策人 因为在澳洲里 执行这么大的投资 所以就一定有良好的品格 其实除了他要买抗的东西 你知道他要买抗的东西 你知道他要买抗的东西 你知道吗 是的 但其实老实说 你这些东西 根本背后已经收买了地方政府 你也知道大陆的做事 手法是先给钱贿赂的 是不是 那就是了 根本都收买了 你什么牌子都没有差用 其实他们这么胖的土地 在旁边开抗 基本上会影响附近的陆富 之前你有没有听到New South Wales Negro那里 那里是金矿 那你记不记得 早一两年的金是瘋了 1212那时候 是的 然后在那个狂开抗 每天不停爆炸石 爆炸地爆炸 然后呢 谁知道现在金戒不是很糟糕 那个矿收拾了一粒之后 现在快地还原不回 当然还原不回 你这样爆炸它 大佬你还到这样 现在就弓好的产生 它还原抗药开了一半 没有开进去 那都不知道如何搞 我会用一个好豆 平衡比喻ità 强奸区者 她都非看到了 但是你處女都可以找一條馬佬,大佬現在一塊地,馬佬佬都不要嘛 他這個坑還要是一個星期日爆五次,而且是24.7 對,你爆完最糟糕就是爆到一半沒有人買,你就死了 他還要請一千人,他請一千條大陸淚,我想他附近的城市都玩九元 全部都變成了自由的城市 其實剛才說的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person test 是怎樣 要是不會accept bribe,即是收賄,行賄 以及behave in a way that's unconsignable, dishonest, corrupt criminal 全部中國那些不用做的啦 那你說,你這麼重要的資源給這麼沒有道德的公司 有什麼理由整個管理層被人拘捕,還要批描 擺明他在中國,被中國政府做的,就知道這間有問題啦 怎樣可以給澳洲新南威爾士州,最肥肥的土地他們 是不是瘋狂的? 那根本就是背後收水咯 之前新聞也有賣,收水咯 還有記者去問神話,去查詢這件事 他就不願意回答,那你怎麼看呢 正常的,難道他說什麼?那你叫他回答什麼? 混蛋 第一,那些有英文有史,對不對? 你公關秀也好,你來澳洲投資 不是叫你在中國打飛機啊 他不用跟你搞公關啊,他跟州政府搞公關就行了 他死定了算了,你怎麼搞的 Anyway,這班農夫已經在計劃他們的下一步 那你覺得他們的勝數算高不高呢? 我想他們燒車輪,進省政府打打殺殺 其實現在我們說了這麼多愛覆貿 說我好像很悲觀,我去遊行 但其實真的沒有什麼成果,真的和平散去 整班人叫口號,拍一下大合照的散去 之後有什麼Next Steps? 你問我,我真的答不到你 但現在其實有得守美門 因為澳洲就不太意識到這個Future Agreement 是在這些所謂的條款,秘密台底的執行 是談完之後,再彈出來去台灣 其實他們想著年底就會在憲法表決 憲法和憲法都很謹慎地考慮 這些事情對於澳洲民生會產生什麼影響 而不是金錢掛稅,你覺得是開了很多機遇 好像現在我去那些Partition 有人在做一個Partition 就是要告澳洲政府 因為他們現在是在... 在哪裏? 在哪裏? 在Change.org 他們要告政府 因為他們說這些行為是違憲的 因為政府背後和中國已經簽了 但是他們沒有諮詢的 他們是沒有諮詢的 他們突然爆出來 去年11月突然爆出來 是的,他們沒有諮詢 現在那些人想過去違憲 其實現在呢 就是next step 就是因為他們已經在table 去澳洲國會 那就是說的是 10月19日2015年 那個星期 就會在國會有hearing 和public submission 其實我見到是有一堆... 就是叫做全體 但是那些全體呢 他們不會說這些話的 因為他們是欺負的 是呀,全部是欺負的 就是啊 就是現在叫做... 譬如很不幸地 這件事真的在國會通過了 那他就會在國會通過之後 30天就正式執行這個叫做服務的事情了 那就是end of 2015 就真的開始糟糕了 是的 那我希望先知爆 那不如我們side back 看看這個叫知爆 還是這個玩完呢 我覺得現在這樣的世事 知爆 如果不知爆 那澳洲也會爆 那麽真是佛貓說到這裏 我去那個公會遊行 其實真是黃平散去 沒什麽力得說 有什麽PM問我 喂貓姐 我接下來說這件事 你有沒有看報紙 這個雪梨大河 就在這個 Master of Commerce 和Master of Professional Accounting 有兩科 就狂失敗那些強國人 那些強國人很生氣 有沒有聽過這件事 唉不fail他呀 他都讀不成功了 是吧 試完這件事 就是有37%的人 就是一科 Critical Thinking of Business 的肥皂 另外一個就是 Succeeding in Business 有12%肥皂 屌你老美當然是 你又不懂Critical Thinking 你都不會成功的 在Business那裏 那你當然是fail 屌你老母 真的 喂強國那裏 哪裏有Critical Thinking 他們不是教什麼 馬列那些嗎 是啊 其實他們又在 大學 在歧視他們 又在說 他沒有這樣的 skill 去讀這些 大哥 你現在來讀書 不是來買 不是去現在買 MITBO 其實大學那裏 已經是有Voluntary 其實大學那裏 已經是在開學那裏 已經是給了Writing Clinic 那裏 那裏又不是想 你有沒有看過新聞 然後現在 為何會有這麼多人肥皂呢 他說Sidney U 現在改了例 代了什麼呢 因為他知道太多人 找過那些 Master Mind 幫我們做功課 以前他們不用 一定要考Final Exam 還未有些課 他說現在大部分的科目 包括你說的Critical Thinking 以前都不用考的 現在因為那個 給錢買功課 對啦 給錢買功課 買Master 對啦 所以他們就要 說要考試 考試一看到 一不合格 就算你做功課 拿Distinction 都肥的 其實狂肥 狂肥他就好 沒得畢業 振興在這裏的經濟 是啊 還好啊 好啦 他們又開心 沒有所謂的 富二代打不錢 但是很高興的是 這些混蛋 強的學生 就說 這個課程太subjective 那就又在那裏說 還有 在那裏說 這個叫做 覺得 他自己 就 will not give up in fighting 屌你老美 你讀不輪到 就收皮啦 真是 這次我支持大學 快點肥狗 那聽說澳洲經濟也好啊 另外一件事 說完這件事 就說墨爾本有間這樣的事 就開一間假的學校 來困人移民 以前一向都有的啦 就說他根本就是 他就亂寫人名在那裏做教師 從這個超額周生來cap 那豈不是太扯了 那些馬鈴也有的啦 那些馬鈴也有的啦 那些馬鈴也有的 不是新聞 那些馬鈴也聽說 我上個星期 就在同一條街上 看到六間屋 那六間屋全裏 都在強國土號 在裏面住的 你知道啦 我們經常說的 自己的房子不太放 但是這班人全部賣都很急 還有我之前找房子的時候 那些地產經紀 眼尾都不殺我一下 我出offer低 他就吵架我 但最近 尤其是今個星期 很多電話打來 喂 二世祖 你來了看我的房子 你覺得怎樣 下不下offer 我發一些大廈公契 給你好不好 其實業主急賣的 不如你試一下這個價 不可以 你要看 老實說 我看得多這些 可能是要看你的物業 它的物業 很可能是 他們買 以前買的那些 是林花 我都想不到價 你不明白 但是 我看到的市場又不同 我經過 星期weekend 之前有一間 一間屋岸 是一個 區域都很接近 大概乘火車十分鐘 只有三百多間屋 是不可以拆的 都賣了1.5 但我現在說的是 我現在買的 放了兩秒 可能他猜不到價 那便扯著你 現在有些人很狼的 以為市場很好 然後賣扯得很高 他賣得太高 沒有人負責 那便扯著你 但是不成這樣 但他真的放得很急 他一個星期打來很多次 還有我這個區 是土豪區 你說 土豪區 我講的 便宜房子放得急 我明白 但有錢人 你看到是大陸那些 他這樣也放得很急 在自己裡面住 你說不是支爆 我不信 不一定支爆 因為我見過有些人是炒樓 早幾年在買樓花炒 一買一買賺了就走 或者打局也走 是的 那他住哪裡 但有些人明明是高買的 我看到 我住的那間Pan House 不是我住的 他真的高炒進來 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總之很恐怖 現在支爆 一條街 六間屋 不過老實說 最近我覺得很奇怪 最近我真的很忙 為什麼 我上班真的很忙 我覺得是否真的有問題 你那邊看到什麼 我看到很多貴樓 很多人經常問 現在中國匯簽過來有沒有問題 什麼時候會不給匯的 其實 反而這班有 甚至是低於市價兩成 他問我可不可以快點賣 但我也不想賣 太貴 那些是否容易賣 可能是 可能是那些 illegal purchase 所以被人拘捕 或者稅谷現在開始寄信 叫他要賣 有可能是那些 所以他賣得這麼急 因為我試過 見過有些 就是有一張信寫著 你要三十日之內賣 那可能是 但因為我自己 我自己找到屋 現在 屋子那些 就放得很急 但屋子那些 有些是更急 屋子看在哪裡 無論如何 無論如何 不要說出來看樓梯 說一下做你老母香港人 又到我們最愛的環節 喂 銅瑞珍三文治 有沒有吃過 我都不吃這些東西 那些傻子 那些傻子 吃了之後 即是48小時之後 才肚捨 你老美 第一件事已經是傻子 這些死人三文治 你在台灣做好了 你快便來到香港 都五六個小時 五六個小時之後 都出水了 對不對 你還要在商場 你知道台灣的食物 放了很多化學食物嗎 很多台灣的食物很夠藍色的 台灣的食物 其實什麼差都放化學食物 你不要以為大陸 毒食品危害健康 台灣其實很多東西都有化學質 例如餅乾 麵 飲品 汁豬奶茶 飲品 有很多化學食物 有很多化學食物 就算之前這個強冠 那些坑渠豬油 全部都是台灣的 是嗎 但是 如果你是三文治 那當然是吃新鮮的 為什麼那些人不放那些 吃那些冷藏的三文治 是白癡的 即是新鮮的 譬如你在七十一 你本地做的那些 你 冷藏了一陣子都不好吃 那些人明知道 已經是不新鮮的 進去買來吃 為什麼 為什麼 立刻肚餓已經好笑 肚餓就好 不吃死他 但是 你有沒有聽過人吃了不乾淨的食物 是48小時之後才肚餓 那就擺明不能跟那些三文治是 那你就不要做案例 不要太昂咎了 那些人一向都搞 真的很昂咎 那些人 還有 那些人還要在商場格仔店 還有在樂富廣場攀檔展銷 那些人不在餐廳裡買這些東西 還要是perishable 那些人說著他 是不是瘋狂了 你說 不餓死他就好 是不是趁機想休息一下 那些人 那些小朋友 瘋狂了 那些人都不用腦了 算了吧 就算不吃東西喝完水也會死 現在豪宅都有 就是說 不吃東西也喝水也會死 還有一件事 這個叫做李國章 和 難怪現在的人 沒有乾淨沒有錢 都會瘋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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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瘋 那些老貿和李國章插水也是白癡 那些老貿瘋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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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瘋 不要說香港的老貿瘋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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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瘋�瘋瘋�瘋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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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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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些人不是經常說《Made in Australia》這個 campaign 的嗎? 現在全那些東西都被人賣走了 看著大陸的中產階級星 你就覺得就算大陸跌倒 他都可以賣到錢 都可以開拓到大陸的市場給澳洲去賣東西 你從洪瑞珍三文治這件事 你都會知道 就算他剛剛新鮮做出來也好 但是你拿到大陸去 你可以在澳洲裏確實說得好 但是你拿到大陸裏面 他擺一個機場在飛機裡拿出來 晒一招之後再拿出來 那你都很糟糕了 你知道大陸是瘋狂的 可以亂交這麼告的 在澳洲的公司 你說是不是會有很多無妄之事發生 大陸會亂交這麼告的 澳洲人不想想這件事 是不是亂交這麼告的 一會兒做一個假的品牌 即是假的澳洲裏面 他註冊了 然後你走到他 就麻煩了 就像Jordan那樣 你知道米高佐頓輸了大陸 被喬丹贏了 那些新聞 老實說 你簽FREE CHAIR AGREEMENT 其實如果你不賣國的話 其實我也很支持 我也想澳洲本地的企業 多開一些市場 讓人多些工作 是啊 但是你一來 夥伴在黑洞國家 二來就是 你整件事現在說的是賣走的東西 而且可以讓人進來 你賣出去或者現在讓人進來 還要讓人這麼混亂的人進來 那你自己玩得好他 他給正常的人進來 他不是的 以前那些簽證 457的簽證 都是給人家真的有技術的 或者是教書 工程師都進來 你不是進來做 人家真的有技術的 那現在是什麼意思呢 連英文都不用考的 是不是瘋了 之前他有個資歷認證 說現在那個新的457 不用的 連資歷認證都不用 其實你從這件事說 豬吃紅瑞珍的事情 你就想到 肉 它是曬了一招 給一些變壞的肉 就告救你們 那些人 很老屈你們的風牛症 就這樣 整個澳洲的農產業 被你拖了 那些水果又老屈 你又果仁 就買一些酒回來 找一些舊漿 進回一些 賣毒酒 賣毒酒 入肉甲醇 那很糟糕 錢 外匯 你們賺 苦 我們受 還要吃東西 現在說 他侯著那些中產階級 吃牛 肯定扯高 因為 不行 這件事不單止是中國 其實我看美國的文章 所謂的中產的 吸收習習慣 令到水果 牛肉 一些比較好的食材 的價錢 就飛升 那些說笑 最近我們買牛 都貴了 唉 貴了很多 我知道 但是 你服務 最近澳洲 貓姐 你有看新聞 30年來 就業情況 是30年來最差 而且24年來 這個失業率是最高 政府的點是 你的服務 會幫這些人就業 但是 他不要忘記 現在很多時候 失業的事情 就是市場上 就沒有了這些工 澳洲製造業 已經玩完了 你車廠 就沒有了很多重工業 玻璃 陶瓷 那些已經走光了 你每年 泵這麼多 Graduate出來 根本就不夠工 給他們做 你就算 給大陸 你就算給大陸人進來 不要說 額外多 五千個 四五七 如果你來 你買 糠 買農場 開寫字樓 他還可以帶自己的班底進來 那你本地人怎樣 他是弄了一群人進來 但是全部是 收好 低薪 兼兩套素補 你都收不足 還要不說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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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麼辦 還要不說英文 還要不說英文 還要不說人身 糟糕 你糟糕 他就說racist 肯定有些阻糕 幫這些人糟糕出頭 你說怎麼辦 他就說你 糟糕 你糟糕 還要糟糕自由黨 還在說我們 很瘋狂 又說我們排外 又這樣 哪些人是排外 我們保障自己 保障其他人 社會不是給你 那些糟糕 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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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賺錢 都不給這些傢伙 去 他們是否叫做中間聯盟 政府想 不是 但是他中間聯盟 又沒有錢 只要加稅 加稅又怎樣 那些傢伙就走 甚至 說到加稅 因為FTA的原因 強國公司 控告這些政府 說他加稅 搞到他蒙受喘失 你知道那些傢伙 什麼都做得出 所以就是說 不是不想簽這個貿易條約 不是不想被人來投資 你選擇都選擇好一點 還有你現在簽了一些 不平等條約 那些二十一條喪權欲割 割讓澳洲給大陸 就是這樣 但是主流媒體 擺明收水 就不可以報道 還有就是澳洲人 太懶 太客氣 不夠你這些 他們的苦 我們就繼續Fight On Anyway 吵到口乾 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 下集再見 拜拜